好我们回家上节课内容啊 上节课看什么呢 看这个飞机飞 飞了之后呢 他就沿着这个身体 我给他旋转一个固定的角度 他就一直是120度左右 132度 132度 但是旋转到一定程度呢 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看在后边甚至 他这个怎么样呢 他这个就没有贯穿身体了 因为他要保持这个132度 就从这个位置垂直位置到这132度 所以他又没有贯穿身体 这个东西就很怪异 很怪异 那我想让他一直保持 怎么办呢 其实也有办法 怎么办呢 我选中他 选中他这回 我们还是选运动员 是飞机飞行 我们不光是要跟踪器 跟踪运动 而且呢 我们还要跟踪旋转和跟踪缩放 这个时候啊 从第一针 从这个第一针这个位置 就会看到有两个跟踪器 一个叫跟踪点1 一个叫跟踪点2 那我就呢 怎么样呢 把这个跟踪点2就找 找到另一个特征值 这另一个特征值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飞机尾部 有头有尾就形成了这么一个飞机的状态 是吧 有头有尾就形成了这么个飞机的状态 你观察一下头和尾 准备再怎么样 再进行分析 还是这个飞机飞行 还是跟踪起一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继续分析 你看他前面那个跟踪点1啊 根本就是不用怎么变 他就一直跟着以前那个 他其实又分析一遍 以前一张呢 是分析一个点 现在呢 一张得分析两个点 就对吧 这个两个点 就一起分析出来了 这两个点呢 他就像这个一些特征的这种 这种点一样 比如说 人的眉心在哪 人的眉心呢 就在就两个眼睛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这就找到了这个你的就是没心的位置 他两个点 他就可以怎么样 他就会有有角度了 你看 两个点的连线 他是有一个角度的 停 这一针呢 其实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问题在哪呢 我们把它 放大了 去观察这个问题 Ctrl键加这个前面箭头 找到那个出问题那一针 Ctrl加Shift 往前 十针 往前十针 这针没有问题 是吧 这针没有问题 往前走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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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针有问题了 你能感觉到 就是这就是出问题那一针吗 这就是出问题那一针 然后呢 我们用移动工具 去把这个跟踪点的这个位置 挪过来 为什么他有问题 他就是 因为他 他转弯的过程中 他就跟丢了 转弯的过程中 他他那个图案就有所变化 好 整个呢 就分析完了 分析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他呢 就是在这个里边 他有什么呢 他有一个跟踪点一 这有跟踪器一 跟踪器一的跟踪点一 跟踪点二 这就是对应他的两个跟踪点 每一个位置 他都有这么两个点 和他对应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怎么样 应用一下 应用一下 编辑目标是谁 是火这个图层 火这个图层 火的图层就出现在这个位置了 然后呢 应用 给应用 xy 确定 确定 这个时候在合成这块 再看他这个飞机怎么样 就一直带着这个火头 一直带着火头 一直带火头 然后他转 转 转方向的时候呢 火头也跟着飞机转方向 火头也跟着飞机转方向 火头就一直跟着飞机转方向 始终跟着飞机乘90路角 你说我不想乘90路角 我想怎么办 我想让他 就是 就再贴着飞机身体 行不行 那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选中这个旋转 旋转 但是你直接点旋转还不行 我要怎么样了 我要点一下这个旋转 把它所有针都选中 否则的话 你只是改某些针 是吧 你选中哪些针 哪些针变蓝了 你就改那些针 是吧 我全选中 这些 然后呢 往顺时针方向转90路 给他搁在这个 这个方向上 是吧 这个方向 这些就一起选中了 是吧 选中 这个时候这火就怎么样 一直贯彻着 在这个飞机上 一直贯彻在这个飞机上 方向呢 也一直贯彻着 在飞机上 甚至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改字 你看这上面写什么字呢 这上面有一针 可以 看见什么字呢 看这块有这么一个字 是什么呢 是卡塔尔 你看能看到吧 我甚至想把这个卡塔尔 换成一个别的航空公司 可不可以呢 咱们下次再说